LAYO聊世紀天氣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伯利電人對上瑪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這場比賽單挑分數大約落在2300、2200的分數範圍裡 非常頂尖的一場比賽 競技場最近開始,有些選手也在開始打 先來看一下競技場的部分 先來介紹一下大約出生點位位於5點鐘方向的瑪麗人 瑪麗人,挖金速度是遊戲裡面第二塊的文明 因為他的挖金存放跟採取跟挖的時間都會稍微久一點 不管怎麼說,瑪麗人的黃金效果是很不錯的 瑪麗人後期他可以打飆悍騎兵 可以讓騎兵的傷害加5點 他的弓兵單位雖然有強弩,但是沒有三級色 也有拇指環,所以有點尷尬 瑪麗呢,城堡時代也可以打飛刀女獵手 但飛刀女獵手在競技場來說並不是那麼常見的 因為他的射程比較短 以陣地算比較優勢的競技場來說 可能還是需要用到大量的馬爆 或是用自己的火炮 或是這個步兵單位去做處理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步兵是每升個時代,遠防會加一點的文明 所以他比較耐抗箭矢 所以遇到陣地戰時,也會看到瑪麗人會選擇採用步兵大軍 去壓制對手的一個策略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不列碟人 那不列碟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長弓兵 射程是最遠的弓兵文明 而且成人中心的木頭是半價的 所以3TC開下去是非常輕鬆的 甚至要開4TC也沒問題 只是過一點斷肉而已 那不列碟人呢,他的玩法還是比較偏向於弓兵 騎兵路線雖然有三級馬海,但是沒有兵種 所以頂多用輕騎兵去壓制敵方戰矛 然後去保護自己的長弓兵 是比較好的策略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好,兩邊封建時代直接勝利接上去 這邊是直接跳過了 好,這個封建時代直接直成 那這也是一個很戰場的打法 那兩邊打的都是很穩的 都是打25吋 然後升級封建時代 然後再加2吋 27P,點下城堡時代的一個流程 好,那兩邊都是有按肉碼 那經濟場呢,城堡時代的初期 大家一定要趕快按一些肉碼 然後提升輕騎兵 所以葡萄牙,不是葡萄牙 這個土耳其人 在打經濟場來說 這個策略是相當好 可以馬上升級 那其他文明的話 還要再補個跟蹤技術 還有輕騎兵的升級 這樣搶生物才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這邊對撞 現在自己的肉碼血量稍微有點慘 好,這邊不列碟人 再看一下可不可以包抄掉 馬力人這邊的血量有點低 好,但這邊已經開始在撿生物了 偷撿回來 有看到嗎 哇,來不及看到 比類電人,點下了2級伐木 3TC開農 馬力人撿到第一顆生物 第二個用招牆的方式 給壓力 好,動物可以帶回來補血 這樣子一隻輕騎兵都沒損失掉 好,還撿了一顆生物 馬力人這邊蠻賺的 但不列碟人也是 已經撿了一顆生物 第二顆也在路上了 暫時生物來說 馬力人是落後的 好,可以收掉這隻生魚 小賺一下 右邊這個生物暫時撿不出去 這隻輕騎兵一直在巡邏 好,馬力有稍微把自己的門面稍微圍下 避免對方打一個快攻 因為不列碟在競技場來說 也是可以打這個壓寶策略的 直接把對方的城堡給壓回去的打法 好,最後一顆生物 撿起來 來,輕騎兵 招搶一下 來不及 兩隻勝率倒地 生物直接奪了回來 這隻輕騎兵變MVP了 好,再一刀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刺猴要砍三刀 輕騎兵只要兩刀 尷尬了 馬力人最後一個生物 還被撿了回去 這樣不列碟就有四個生物了 好,但是競技場的重點 還是在城堡時代中後期 前期應該就是這樣子 雷人打這個寶鴨的話 應該就是會拖到中後期去 好,後方兩個城市中心 三個 這裡5TC 開農了起來 但是馬力這邊會比較早上帝龍SUN 只有3TC而已 5TC上帝龍會稍微慢了一點 好,在這邊拉了一些村民開始往外 蓋房子 想要空一些地圖 說明當飾演 天下的挖金 跟... 跟... 跟蹤技術 帝王時代還有... 2分鐘 不列電燃的肉量 現在完全不夠生帝王 這裡要繼續撒更多農田才行 那這邊撒太多農田 待會... 要去... 打工兵的話 資源可能會有點失調 好,馬力人 家裡補了一些... 駱駝 想要來反擊一下新騎兵 不然現在被壓制在家裡 沒有辦法出門 好,結果馬力這邊是選擇了走步兵路線 裝甲步兵已經提升 一級的步兵鎧甲 也點好了 好,這裡插掉了一隻村民 好,長陣兵30秒 裝甲步兵開始量產 那裡4個均勻 開始穩定... 慘能 不列電 這邊村民現在優勢 105村 打92村 利用時代1分半 就可以升級好 好,結果駱駝被招響了過去 好,這邊劍兵直接手撕僧 收掉兩隻 好,這裡有個大動作 看一下 這裡壓寶能不能成功 超兵第一時間反擊肉馬回去 雙手劍兵現在扛著長弓兵的傷害 直接反砍 哇,好痛 三刀一隻長弓 雙手劍兵的威力就是這麼的厲害 OK,雙手劍兵現在遠方是6點 長弓兵印象中是7點傷害 所以現在長弓兵射一下 雙手劍兵只有... 應該是2點傷害 這裡還有一個一擊射 好,這邊看到城堡 好,這裡馬上按下了巨型頭司機 瑪麗人則是補下了步兵鎧甲 三機甲準備好了 劍兵有事 現在還很難升級 好,用一台衝車往前頂 這裡巨頭要是架起來要小心衝車 所以要趕快往後拉一點 好,這裡要上車了 放更多的雙手劍兵上去嗎 欸,還沒有上車喔 好,瑪麗人點下了步兵鎧甲 二機甲也補上了 聰明過來 好,放下乘客 衝車 現在有雙手劍兵的保護 但是沒有問題 好,直接溜到後方 想要直接手探 巨型頭司機 但不列甲的 雙手劍兵也已經提升起來了 OK,兩邊都是劍兵性的戰爭 但是不列甲這邊的劍兵 更具有優勢的一點 是他有三攻喔 瑪麗沒有三攻 所以打起來 到劍兵有事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劣勢喔 哇,結果現在被砍過去了 好,現在瑪麗的農田也不夠 是三片田 其實怕能支撐 跟繼續產劍兵的慘人喔 好,瑪麗轉出了火槍 反制步兵的話 自己還有火槍這個選項 不列甲人的話 反制步兵的選項 就只有劍兵勇士 跟重裝騎士 但重裝騎士的造價成本實在太貴了 也不算是一個很划算的交換 所以自己產劍勇 打對方的瑪麗 劍兵勇士 確實是一個好選項 好,看來不列甲人 在開打前就已經想清楚了 瑪麗人要是轉什麼 我就轉什麼兵 OK 他已經預測得非常漂亮 他真的是打了劍兵勇士 這條路線 好,長弓現在射程是6點 喔,還沒有精銳 好,6加3 好,傷害現在是12點加2 但是 對方的劍兵勇士已經是13加2 上拉上來說 對方劍兵勇士會更強一點 但是後方有火槍兵 打步兵效果非常好 長弓兵首點後方的火槍 被點掉了一隻 巨型托斯基兩台往前架 小龍攻城 但衝車也在往前衝 這裡巨型托斯基只能往後撤 哇,這裡還砸到兩隻臭兵 好,還是這邊要上車呢 好,衝車吸引火力 雙手劍兵 開始上車了 好,但是有點追不太到 來,臭兵過來修理一下 好,巨型托斯基也開始往前補 好,這波攻城 有一點可能守得住 跟巨型托斯基都保留得很好 好,這個有點打歪 好,火槍開始要拉扯一下 對方的劍兵可能更過一些 這個巨型托斯基不先拿上嗎 劍兵我是應該要趕快抓下巨頭才行啊 好,終於看到了 好,看一下右側這裡 這裡暫時黃金沒有問題 還這邊偷彩石頭 黃金這裡還沒有人挖 瑪麗人現在專注在攻擊前線 好,這時候已經點下了 金冠技術 戰狼 有戰狼號的話 這樣子就可以用巨型托斯基 反制火槍兵了 而且只要砸到一發的話 而且是爆炸範圍 會直接砸死很多火槍兵 所以待會瑪麗要特別注意的是 巨型托斯基是打誰啊 好,正面的劍兵勇士 快要趕不住 對方的雙手劍兵很多 這是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三攻還沒有點下 好,這邊也提升到劍勇了 遠防8 哇,這個防衛是真的厚啊 那現在長攻是10點傷害 射一下劍兵勇士只有兩滴血而已啊 除非自己的長攻數量夠多 才有可能正面打得贏 好,左邊這裡 大量火槍反擊回去 火槍兵的擊殺術已經來到了25、27 殺敵術一直往上上升 巨型托斯基開始用巨型托斯基砸了回去 但是先托後放巨頭 前方的火槍兵開始慢慢被戰狼號給砸掉 戰狼號非常危險 不知道瑪莉勒有沒有注意到 好,巨型托斯基還在輸出 又砸掉兩隻火槍 再來 哇,火槍死傷有點慘烈 只剩下十幾隻的數量 戰狼號的輸出非常好 但是巨型托斯基也被拿掉了一台 兩台 只剩下一台火了下來 好,火力點這邊黃金失誤太夠的關係 開始慢慢轉型戰狼兵 那戰狼打劍勇的話 那個是沒有用啊 但是沒有一個很好的遠程打擊效果 想要把所有的黃金留給劍兵武士 好,右邊這邊挖礦 還被控制了一下 現在戰場非常的混亂 馬力人這邊點下了品種 馬卡也開始提升 看到他開始轉肉碼 所以已經馬力人的肉碼 點完金罐之後 是14點傷害 傷害非常之高 劍兵武士傷害也才15點 那馬力的肉碼是14點 而且還不需要黃金 所以先轉肉碼 然後撒更多農田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確實是一個好策略 好,右側的黃金狂 待會找個機會 拿回來 好,這邊開始攻城城牆 從車 一直有乘客在裡面 好,火槍兵數量又回到了30隻 這麼大量的火槍數量 狐獵典的步兵可能會招架不住 好,狐獵典開始轉出戰毛兵 戰毛兵開始量產起來 那這邊操作細節就要更重要了 戰毛要趕快手點火槍 好,右側採礦影帝 終於搞定了 肉碼開始慢慢提升 現在還沒有點下金罐技術 好,三級馬海 先補了下去 開始要來飆漢了嗎 好,開頂 把槍兵被解掉 劍勇開始下車開砍 好,金罐補下了 還有20秒 飄漢精神 應該是飄而不是飆啊 飄漢精神 好,飄漢精神點下之後 輕騎兵傷害就可以來到最頂峰 甚至連劍兵有事都可以有效反擊 來吧 14點傷害輕騎兵 哇,這一刀都很痛 所以一直打 馬力人最可怕的科技已經研發好了 這一波大工程 第一時間巨型投資機 烈點直接架起來 擊殺掉了馬力的巨型投資機 第二發砍下去 正面的部隊死傷慘重 後方火槍兵努力輸出 正面大量的部隊直接倒地 烈點人的劍兵勇士還活的下來 但是後方的火槍還在輸出 火槍兵輸出非常好 但是數量也被打倒了一些 好,這一波交換之後 不列天黃金也來到了見底了 黃金甚至不足100塊 但馬力這邊可以轉出大量的弱馬 去做進行優幻動作 好,那這邊就要思考一下 這裡要補更多農田 還是要去控更多的地圖 好,那現在馬力人這邊是決定要來控圖 先來控圖 待會再去補個農田 放個木頭 繼續產出更多的弱馬 好,火槍兵一致抬開 這邊我是死傷速度有點快速 兩邊血量都掉得很快 看起來馬力人這一波又拿到了優勢 火槍兵的輸出實在是炸裂啊 太強大了火槍兵 後面炸補兵也很努力反擊 也擊殺掉了非常多的火槍 但火槍終究還是用火力壓制 現代化壓制的對手 好,後面的有少量劍兵有事 偷偷溜了進去 偷砍了一下劇情投司機 但劇情投司機還是火了下來 前線又再次組裝了劇情投司機開始工程 這一波的多線 不列顛人 氣長弓轉劍勇 似乎有點尷尬 如果不列顛人這邊可以繼續轉出長弓兵的話 一直維持在十隻左右的數量 那馬力人的壓力就會非常大了 結果後期後排的火槍可能沒有辦法保存得很好 那為什麼不列顛沒有這樣做 是他想要用劇情投司機去打對方的火槍兵跟巨頭 所以他覺得寧可造巨頭 也不要造長弓兵 把這個黃金給省下來 講真的沒有這些長弓的話 這個輸出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因為劇情投司機要找到對方的火槍 也是有點碰碰運氣的 雖然他有在狼號射程很遠 但是人家是會移動的 他不是AI啊 沒有辦法原地讓你砸 就是過於理想話 目前的結果是火槍兵繼續擁有主導權 三毛兵開始也是有效反擊火槍兵回去 現在馬力正面的肉碼不夠 臭命數其實也不太夠 但右邊的城中心再度拿下 不列顛的戰狼科技 開始打出一點優勢來 在毛臨死之前趕快多換一些火槍 好最後這個巨頭能拿下嗎 再一刀 哇6滴血活了下來 巨型投司機再次加起來 一定要拿下這一台巨頭 但是結果一架起來就被弱馬上前輸出 後面的劍兵兵士急忙趕到前線 但是還是被拆掉了一台 馬力後台後面的火炮開始也出動 開始反擊戰狼巨型投司機 好再一炮 再一炮打下去 第三炮有機會嗎 一二五 戰狼差一點打那個插冰球 OK又解掉了一台 三兩號還有兩台 但是劍兵兵士已經在旁邊 哇火炮沒有看到直接被砍死 一二八下來 沒有砸到 但是劍兵兵士還在後面 這一個也要倒了 最後一台巨型投司機 不列典人可以很有效的保留起來嗎 這是不列典人最後的希望 但是正面的冰兵隊已經潰不成軍 黃金數量也來到了見底 哇這邊劍兵勇士一直沒有點三攻 有點虧啊 哇最後的巨型投司機 被瑪麗的洛瑪給包抄掉了 好但是 不列典中間的黃金礦其實還能挖 黃金數還可以再測一下 我還有一千六可以玩呢 但是現在資源已經不太夠了 臭命可能要再補一些 剛剛進去洛瑪還在砍啊 我剛想說這個洛瑪應該死了 我結果還在砍啊 瑪麗人這一波已經大獲全勝了 雖然看起來喔 不列典還能打 但是巨型投司機全部被拆掉這件事情喔 對不列典來說一定是一件 非常重傷的事情 因為呢他已經沒有城堡了 沒有城堡就意味著沒有巨型投司機 沒有巨型投司機 火槍的部分就只能用戰毛兵去解 也沒有射程打吉利波士了 所以現在不列典要贏的話 只能選擇衝車這條路 那不列典要用衝車工程的話 衝車的部分也只有輕型衝車 並沒有這個大衝車可以用 好面對這些火槍 火槍兵稍微走動一下 就用洛瑪去解決掉戰毛兵 戰毛兵全速倒地 後方的洛瑪再次正面硬扛 戰毛兵勇士 你造劍勇要黃金 我造洛瑪不用金 那這一邊看起來 擋不住了 不列典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馬力人拿下比賽勝利 哇最後不列典出了400隻的 劍兵勇士了 馬力人則是出了181隻就停了 開始轉洛瑪 整個進戰單位出了300隻 火槍出了90隻 也是非常多的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是來到了5 只贏了大概1000而已 畢竟不列典有4勝物 4勝物拖到後面黃金數還是蠻穩定的 那馬力人這邊我覺得打得非常漂亮 也是即時轉出清奇兵 把自己的後期的黃金消耗量稍微減少一點 不然這個經濟場黃金一打完了 一斷金之後就會很難受 但馬力人並不會有這個後期的問題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